巴黎奥运会一落幕 中国女排也暂时散了火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铁娘子朱婷 接下来咋打算 记得奥运小组赛时 朱婷就透露 这将是她的奥运告别战 所以比赛一完 大伙都猜她会不会挂靴退役 说实话 朱婷这阵子伤得不轻 奥运会都是咬牙硬撑的 年纪也快三十了 身体肯定不如以前那么能扛 要是她真决定退役 咱们球迷心 我不知道其他人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我最有一届了 李虽然不舍 但也能理解 不过好消息是 朱婷最近给了咱们点希望 说今年还有机会看到她比赛 而且可能就在家门口 原来啊 今年12月 杭州要办女排试剧杯 八支强队争霸 其中就有朱婷新加盟的那支豪门队伍 这意味着 等朱婷去意大利联赛报完到 年底很可能带着队伍杀回国内 咱们就能在家门口看她的风采了 想想都激动 虽然朱婷这次不是代表中国队 但能看到她穿球衣上场比赛 对球迷来说就是幸福 至于她以后还会不会为中国女排效力 那得看她身体恢复的咋样 毕竟她现在还在国外养伤监恋级呢 国家队有需要 相信她只要还能打 就一定会挺身而出 再来说说朱婷退役后的打算 我猜啊 要么当教练 她球技好 又能说回到 当教练绝对行 说不定还能接班郎平教练呢 要么就去做历史老师 因为她在北师大学的就是历史 对历史特感兴趣 说不定能在这个领域也发光发热 朱婷 这个名字早已超越了排球场的界限 成为了中国体育精神的代名词 她的坚韧 拼搏 语不屈 激励着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梦 即便未来朱婷选择退役 她的影响力也不会因此减弱 相反 她可能会以更加多元的身份 继续活跃在公众视野中 无论是作为教练 在赛场上运筹帷幄 还是作为学者 在历史的长河中探寻真理 朱婷都将以她独特的方式 继续传递正能量 引领更多人前行 对于球迷而言 朱婷的每一次转身 都充满了期待与不舍 但正如她在排球场上 无数次证明的那样 无论面对何种挑战 她总能以最好的姿态迎接 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 无论朱婷的未来道路如何 她都将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 总之 不管朱婷将来怎么走 咱们球迷都会一路支持 毕竟她的青春和汗水 都献给了中国女排 这份情谊咱们永远记得